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递佛陀的慈悲智慧 如同这一群跨越3700公里 来到印度普通加耶的慈悸志工们 仿佛跨越时空与佛陀证悟的进阶交汇 体会佛法的慈悲与智慧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下 他睡在这个地方 可能睡三个人或怎么样 他的厨房在这个地方 你看 重点 他是坐在地上 这个就是刚刚你们有看到小孩子这样吃 他就是坐在地上这样吃 在这里睡 然后坐在地上用手抓来吃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你看他地上 这个也是他坐在地上吃 他睡在这个地上 所以外面下雨里面也是下雨 这个已经高很多了 有进步了 高很多了 要不然也更低 带着马来西亚实业家陈志远一家人 走进地种系居民居住的地方 先要弯腰举风 你们都不敢进来 来进来 你也害怕要进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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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很害怕 你刚刚都没有走进去 他这个算是好的 他这个算是很好的 有的睡觉 但他们吃到外面 这一次你还看到有这个红砖 红砖 而且你会比较高 原来都是这样 一家人 可能要到五口到六口 都很厉害 一家人 这个可以睡四个人 四个人 那如果他有五个人的话 他就睡地上 富有之人走进苦难 才有机会见苦之福 现在这个是他跳一百步上去 听得对了 他现在是超越他的生命五十年 这个超越他生命五十年 他自己也说 有机会再跟你讲 他说他如果没有上人的话 没有直记的话 他在三辈子 三代 也不可能改变 今天也是这样讲 等一下你们如果进去那个房间看 床铺 衣橱 桌子 椅子 都有 带村为居民准备了床 柜子 桌椅 因为没有家具是这里的常态 我们看到西蒂尔做的小朋友 用手扒着饭吃 他在吃那个饼 还有那个马铃薯的菜 那个印度的烤饼 大家从他的身边走过 丝毫不受影响 因为填饱肚子 比什么都重要 你给他他也不会玩 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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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利普拉政府学校的孩子们 彩排入措典礼要表演的第一次 地球的孩子 与张张纯真的笑脸 就是大爱村最美的风景 有人相信吗 我们上人在三千多公里之外 可以看到满后的那样的爱人 在他一直期待之下 我们的大爱村完整 一位村民带着激动与感恩 父与相亲一起发出誓言 这些话是深刻的承诺 他们明白这个得来不易的新家 他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期盼 你要带动全村的人 要有爱心 要贪东西 说你再给我 你再给我 不是要自己努力 对 未来这些都是要自己努力 来展示 来做 这户居民是村代表 副总经理他 要用心为户带村的环境清洁 内心也才能更加纯净 希望被尊重就是第一个把环境整理干净 然后不喝酒不吃肉素食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来自全球刺激人的爱心 也来自对村民未来生活的祝福与期盼 待无为村民带来的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家 也是在这里拨下未来的希望